总统先生你好 我们上次见面 是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 五年多了 但是你上任以来呢 我们通过视频会晤 通过通信通话 一直保持着沟通 但是这个呢 都不如面对面的会见 今天我们实现了面对面的会见 中美呢 从接触建交到如今呢 五十多年了 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我们可以说 有德有失 也就是有经验 有教训 历史无论如何都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们就是 以始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呢 中美关系啊 面临的这种局面 都是我们所关心的 因为的话呢 就是出于这么一个局面 这种局面是不符合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的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我们两个呢 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 我们能起到一个 把握 定向的作用 我们应该为两国关系发展 找到正确的方向 而且要推动中美关系啊 向上提升 政治家要思考和明确的 就是本国的发展方向 但同时也要明确 思考 同世界 同他国的相处之道 我们总认为当前的时代之变 是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的 人类社会面前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世界是站在十字路口的 何举何从 我们关心 全世界都在关心 国际社会 普遍期待中美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我们这次会面 可能全世界的关注度啊 都是最高的 我们应该同 各国一道 为世界和平增强希望 为全球稳定增加信心 为共同发展增添动力 我们今天的会晤 我愿同总统先生 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问题 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区问题 一如既往的坦诚深入的交换看法 我也期待同总统先生共同努力啊 推动中美关系 从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造福两国 汇集世界 我们下期待